今天主要就是跟老師分享到數位學習平台的使用還有遠區教學 遠區教學我發現學校老師用的比數位學習平台更少一點 有點可惜可能就是說老師沒有特別去用過 我們今天的主要內容可能就是說老師在數位學習平台上 其實如果你有把資料整理好了 其實以我自己個人經常來講 我會覺得說其實我下次要準備下個學期的、下個年度的課程的時候就相對方便很多 第四的時候當然就是跟老師平常以前準備課程一樣 那個還是要準備 好說整理一下,可是後面越來越簡單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在上面的成績的計算 老師如果說在上面做好了其實他都有幫我們自動統計的功能 雖然說目前還沒有跟學校最終的那個成績書是有結合在一起 但是已經算不錯他也可以把資料匯出 所以老師在整理上就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另外在初學型統計的部分 因為我上課是在電腦教室上課所以比較方便 那如果老師可能您是在教室裡面 那您如果用Move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初學型的這個點名就好了 這樣就比較快 而且他下面統計還蠻方便的 那同學回去也可以自己看到說到底有沒有被就是記缺請 那有錯也可以比較容易反應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作業 作業的部分可能以市場這邊來講 大部分我們都是測驗的比較少 可能都是以教作品為主 所以作業的部分我大部分 我現在就是請他們都直接在上面做 那另外呢其實我們上面還可以做什麼 老師如果你的課程內容是比較屬於就是要做測驗的 其實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做 好直接做 那最後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學習記錄 因為同學沒有上來其實在這方面都看不到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區位學期的趨勢 老師可以發現我們現在越來越多的這種學習的廣告 好那除了像我們現在這種面對面的以外 其實老師這裡有三個網民可以參考一下 好雖然看起來好像跟我們課程裡面不見得完全相關 但是您可以看到就像中小區的網路大學校 這個應該是目前公家機關裡面就是說 投入比較多資源在上面的所有的數位學習 這個上面呢並不只有所謂的電腦類的 而且有財經的、財務的、有正合知識的、有行銷的、有人力資源管理的 上面很多 那另外呢它有書單還有甚至怎樣可以借電子書 好可以借電子書 那這些呢還有像這個職業訓練網路大學 這個部分就比較這個是職訓局的 好那它就比較偏向高職的課程 高職課程內容比較多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公務人員中間學習入口網 好那這些三個網站其實您直接加入之後就可以馬上用了 它也一樣會有所謂的數位學習記錄 好那我以就是中小區的網路大學校 這個部分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網站的話您可能要用IE看 你用那個Google的或者火鍋的 可能它的影片的部分不能用 但是職業訓練網路大學校 還有後面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公務人員中間學習的那個網站就沒有關係 那您直接掃關鍵字比較快 好這邊這樣就掃到了 點進來 可能也許有些老師您會 這個可以當作教材之一或當作同學的回家練習 你看電腦類的一定比較多 因為畢竟電腦類的是相對成種 好那這您滑過去就可以看到很多 像比如說我們美工系列的 我們市場美工系列的 多媒體系列這邊都有 那另外呢如果老師您比較是屬於行銷的 這個裡面呢 包括網路行銷、行銷概念這些都有 那最重要的是這些都完全免費 那當然它不進的時候一定是很新很新的 可是它就是一段時間就會更新 一段時間就會把這個課程更新 它不是只有你們放在上面 所以有些新的課程它可能會 像你看這邊 人資的是最近它在推的 最近才在推的 所以它又說到底有哪些進來的 那你們就可以跑回去看 跑回去看 那麼 您如果要加入的話呢 在這個首頁這邊 直接加入 加入它也不會認證你email對不對 直接就可以馬上用了 好那這個當然就還好 那麼中間有一個就是叫做 申請中心學習護照 可能老師大概如果沒有這個需求 你就按左比較方便 因為如果你要申請它 就是比較完整的那個身份資料 那另外一個呢 比如說我這邊 登錄一下 那這個網站呢 他為了增加一點點漏氣 所以他有分點數的 有分點數的 你看他這個 叫做壯圓極地 不管老師還是同學在玩會比較好玩 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 在這裡 他有分動機 所以我們剛開始進去就鎖釘 對不對 壯圓綁免燙花 那也許我們這邊沒有 但是近視的很多 對不對 金氏會嚇壞嘛 但是就是說 你原則上老師要注意一下 給很大提到那個 電子書 電子書的部分 您的等級 不宜才可以借 當然你只撥定的時候 是不能借的 那這個呢 怎麼提升等級其實還蠻快的 就是 您看到 您有加以後 你就5點了 但其實如果您一水起都沒有來 要扣點 扣10點 假設都不認真 都沒有來看檔課 另外呢 您如果要看它的等級的部分 它就有一個等級的介紹 其實 要變 駁釘以後 實際上蠻容易的 因為 小於100的就是駁釘 那你超過之後它就OK了 就可以借那個 那個電子書 因為其實 像很多時候我們學校圖書館 那種熱門的書都借不到 你要預約可能 現在預約到下學一起去的 那這種電子書就相對來說比較方便 相對來說比較方便 比如說它有雜誌的 你看遠見 最新的請你就可以直接來借約 不用那麼麻煩 一次只能借24小時 那這樣的流通就相對比較快 反正我們在線上看的 就比較快 就比較快 這個是您可以參考一下 它上面一樣會跟圖書館一樣 告訴你說 哪一本書 大概還有幾本可以借 它大多數都是大概兩三本而已 就是那個授權大概兩三本而已 所以 這樣子應該就夠了 應該就夠了 另外它因為需要下載一個閱讀器 所以您在借電子書的時候 可能需要用這個軟體把它張起來之後就可以使用 這個是我們在這邊這個網站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如果您進入這您的課程的話 它上面都是影音教學 都是影音教學 所以 您點進去 比如說這個最新的廣告促銷的規劃 好 就直接上課去就好了 好 那第一次執行的時候它會有一個這個黃色的 您要執行一下這個 元件把它執行一下 事實上它除了這種課程以外 裡面還有一個單元就是線上演講廳 可能會有一個廣播的演講 或者是這種就是我們平常在文化中心 在一些 地方的那種演講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看 點了就可以直接看 那我這一台沒有聲音 所以您聽到聲音 但是您可以看到這樣就OK了 好 所以我剛剛 不小心又選了 又聽了一個演講 所以 又有點速了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我想這個 幾個資源 我覺得還蠻豐富的 可以給大家這個參考 因為現在慢慢的這種 趨勢